我这边呢就含急一人一丝是被禁止呢 发微博的破文就连中国的抖音账号都被封锁 到底怎么回事呢 我们来了解 那亚洲评论报指出呢 已经有一百多位员台积电的工程师 还有经营人员是被挖下到中国大陆 中国政府狠杂四亿 看得出来正在积极提升他们的半导体产业的能力 对此的台积电的说法 我们等你来听 不光了中共领导人第三圣位 也是一首主导国安法的中共政治局常委长的栗战书之女 在香港不但拥有上千万美金的别墅 而且还是一家国有银行的老总 难怪强推港版国安法保护资产啊 政府呢最近制裁中国 包括林郑月儿在那11名的香港官员 还有香港警察高层通通都被制裁 传说人很聪明啊 早就把底下的资产转移到中国了 贝鲁特呢经常大爆炸 那么爆炸发生当时一家医院瞬间也被炸毁 当时呢护士忙着抢救baby 惊醒一瞬间 我们带您去急 台中签中毒案件的受害严肃 从16个人已经增加到21人 那么市府的法治局会成立窗口 将会协助呢受害者向提供药材的新荣药业 还有实际给药的盛唐 总副等中立诊所提起团体诉讼 详情我们时间交给林家营 请大家注意了 因为如今是有不销业者是谎称呢 以苗栗的冠军大闸线呢制作出现黄奖 同时间压低价格呢来进行贩售 但苗栗县政府农业处指出了 大家是最快要走越才会上市 现在根本就没有泄黄 要大家千万是不要上当受骗 一块了解